沒有用的用處才是最大的用處 弟子們就點點頭 弟子又問 那一棵樹既然沒有用 把自己變成沒有用的大樹 那么又何必一定要長在土地廟的旁邊 引人注意呢 那么这样子就说了 说话小声一点 不要啊 又被那一棵樹听见了 你们怎么不想想看 那一棵没有用的树 它可以随便长在大陆的中间吗 不行的 它就是要长在土地廟的旁边 人家就以为它是土地廟的神树 就是想要把它砍才来烧 也不敢砍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去体会体会 这个有用跟没用 它是怎么样 相对的 相对的 任何情况之下都有用 固然是危险 任何情况之下都没有用 也是很危险的 你看那个攻击 如果它不会叫 一直都不会叫 那怎么办 就被拿去杀了 所以呢 在庄子里面提到无用之用 那么无用之用它是一种变通 比方说没有用的树 这个木匠固然是不会砍它来用 但是呢 它如果刚好长到这个大陆的中央 那么还是有被这个推土机推掉的危险 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 如果呢 一棵有用的树啊 它是长在这个深山里面 能积不到 那么它还是可以保全它的生命的 所以修行来讲也是如此 你看这个禅宗大德 实际上呢 他们大赦大乌之后啊 他们呢 就远离人群 到山林 宿边啊 水边啊 掌养圣胎 继续地修行 在天台中的摩托子官里面也提到 等到呢 你有功德的时候 为了要避开明文立养 为了要担心啊 怕这个妨碍修行啊 有几个办法 第一个方法 你就装得很没有用 好我不行啊 我不是一个修行人 不是大修行人 我是一个小修行人 或是一个没有用的修行人 或是根本就不是修行人 那他就看不出来了 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避开人群 就是逃掉了 跑掉了 你这样才能够继续修行的 所以这边提到这个道理 那么 不要强出头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看这个格言别迹里面 他也提到 才计若心计满气计胜 我们有这个才华 有功德 那么计会显入出来 那么内心的计会啊 就是满满足 满足 学什么东西啊 我们要不断地学习 不要很容易就得少为主 这样就不会进步 学习试验学院如此 修行也是如此 沙沙有一点境界 一点点得力的情形 还是不够的 我们离这个胜道还是很远的 还是要继续地修行 继续地用功 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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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气啊 那么那么 不要太强盛 那么所以四天讲理直气壮 我们这个佛弟子应该要理直气和 那么 对我们的这个身心啊 才好 一记养神贫胃散 两种和气二成汤 好 贫胃散 就是啊 这个脾胃不好 气就不顺 就会郁结 这个时候啊 就要服用贫胃散 这个郁结是怎么样呢 就是啊 我们精神患散 心光外泄 人啊 就容易疲乏 怎么样去治疗呢 就是要养神 这个养神呢 就是保养精神 以这个养神啊 作为贫胃散 也就是呢 我们不要向外攀缘 不要躁动 要收拾内心 顺境当中 要能够安分守己 逆境当中啊 要能够柔和忍露 所以说呢 这个养神啊 就是啊 就是啊 要经常地 保持射心 那么念佛啊 最能够养神 比如说 有时候我们 稍稍疲乏 我们就念念佛号 就能够养足一下精神 太累 当然没办法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有点疲累了 我们就静下来念念佛号 让自己的心啊 静下来 很能够养这个精神的 这个方法很好 二层汤 这个二层汤啊 它的功能啊 就是消除湿气 火气 也能够化痰 两宗就是两碗的医治疗 喝个两碗呢 二层汤 能够消消气 那么火气带旺 就是啊 服用这个二层汤 我们看这个瓦斯啊 如果外泄 你在旁边就不能点打火机 一点它就爆炸了 所以我们看有人脾气很大 这个怒火充电 你在旁边都不敢 讲话都不敢出声音 那么这时候好像啊 你打火机一点就爆炸了 那么这个气在上头啊 那么我们这个火气太大呢 我们就要休养它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休这个和气 通过啊这个慈悲 跟智慧的关照之后 我们就知道啊 要降啊身心的火 内心啊保持平和 这个对我们啊 才有利益 那么平常啊 我们就啊 要能够啊 这个知足常乐 过着平淡的生活 我们看这个桃圆明 采聚东里下 幽兰见南山 这个幽兰呢 就是很悠闲的意思 很淡薄的意思 桃圆明呢 他曾经啊 在二十九岁的时候 因为家中啊 上有老 下有小 家庭贫穷啊 难以养家 所以呢 他就去做了一个小官 但是后来呢 因为不习惯啊 官场的生活 所以呢 他就持官归田 他喜欢呢 住在山林当中 过着这个远离 成宵的隐居生活 那么桃圆明的一生啊 都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 怎么知道呢 他在一首诗里面写到 夏日常暴击 寒夜无备眠 夏天的时候啊 经常饿着肚子 那么冬天的时候啊 很冷啊 晚上没有被子 你看看他穷到这个地步 我们再怎么穷啊 现在还没有这样子 那么桃圆明呢 他曾经啊 到这个庐山的东陵寺 去拜访啊 慧隐大师 那么慧隐大师 住在庐山了 住了三十多年 不但不下山 不入城 而且宋客啊 也不会超过虎溪这个地方 那么这一天呢 因为他们两个啊 谈玄说道 谈得非常的投机 那么慧隐大师啊 就送他下山 不知不觉啊 就过了虎溪几百步 可见这个桃圆明啊 大家多少啊 对这个佛法呢 也有些兴趣 那么桃圆明他虽然这样的贫苦啊 但是呢 他还是过得这种自主常乐 平淡的生活 那么桃圆明是在家人 才居于东篱下 幽然见南山 那我们出家人呢 汉山大师讲的 独坐长松下 幽然太古兴 那么我们这个 诶 住在寺庙当中 有时候在佛堂啊 诶 打打坐 那么有时候在树底下 打打坐 那么看看对面的山啊 意境不错 那么这里也有对面的山啊 不过看出去中美兰很多的 这个民房 晚上的时候万家灯火 也不错 总是啊 还是个乡间道场也不错 那么连一世呢 他是一个山林道场 这里是一个乡间道 这个乡间道场也很好 所以说我们佛弟子啊 不管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 虽然过这个平淡的生活 但是内心啊可以很充实 那么也就是呢 修行 调烦恼 降低烦恼 这个烦恼少啊 内心就清凉 就快乐 进一步的 你修行也了滋味 感到乏喜 那就更加的清凉 更加的快乐 再进一大步 聊生脱死 不再轮回 最后啊 正得佛果 那就到达了 这个究竟原本的安乐 接着 三千枉费心千万 死后空尺手一双 悲欢离合糟糟糟 富贵穷通日日忙 前面两句啊 三千枉费心千万 死后空尺手一双 就是说啊 我们生前啊 费尽了心思 尔欲我诈 实际上呢 你什么也带不走 我们大概就知道 这个秦始皇 这个秦始皇呢 他总共啊 花了十年的时间 先后啊 消灭六国 就结束了 长达五百多年的 这个诸侯啊 割据的分争局面 统一全中国 他建立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这个君主中央集权的国家 也就是清朝 那么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啊 最高的统治者啊 一般呢都称为是王 燕王赵王楚王 就称为王 这个秦始皇呢 他统一中国之后啊 他觉得啊 自己能够消灭六国 这攻击非常的伟大 那么王的这个称号啊 就不足以啊 显示他的尊贵 所以呢 他就下令 这些大臣还有博士们 去商议商议 说啊 他这个称号 要再改一下 改一个更尊贵的一个称号 那么这些啊 大臣博士啊 就开始讨论 讨论的结果啊 就跟他报告 说啊 古代有这个天皇 有帝皇 有太皇 太皇 是最尊贵的 因此呢 就 建议他 用这个太皇的尊号 但是呢 秦始皇认为啊 自己呢 得过三皇 功盖五帝 古代有三皇五帝嘛 那么他的功德啊 超过了三皇 超越了五帝 所以呢 他要四三皇六五帝 这个四跟六啊 就是超过的意思 他要超过他们 所以他就啊 把这个太呢 去掉 保罗这个皇 那么称为是皇帝 而且呢 他也是始皇帝 所以就称为啊 秦始皇 而且呢 他也安排 说啊 自己死掉以后 这个儿孙继位啊 就是二世 秦二世 秦三世 那么 至于万世 传之无穷 就所谓的万岁 万万岁 所以呢 从这个唐朝开始啊 中国人就开始 使用万岁啊 表达对皇帝的一种祝福 那么通常呢 这个大臣呢 他去见皇帝的时候 首先呢 就要说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表示啊 对他一个祝贺啊 祈福的意思 那我们想一想 当皇帝就能够万岁吗 有没有这件事情 宋朝的开国皇帝啊 是赵匡胤 宋太祖赵匡胤 这个赵匡胤啊 还没有做皇帝以前啊 他曾经啊 跟一名道士啊 来往 那么经常的就邀約啊 去喝酒 有一次呢 这个 道士啊 喝醉酒 醉酒之后呢 这个道士啊 就用这个唱歌的方式 就预言赵匡胤啊 未来会当皇帝 那么等到九醒之后啊 他就推说啊 我这是酒醉啊 随便说的 但是呢 后来啊 赵匡胤啊 果然啊 当上了皇帝 那么从此啊 就没有再见面 经过了十几年之后啊 这个宋太祖 有一天外出 他就遇到了这位道士 那么道士啊 就坐在这个树下 那么道士就过来 就跟宋太子说啊 别来无恙 我跟他问候的意思 就是宋太子啊 非常高兴 就看 又遇到了他 就请他到宫里面啊 喝酒 叙酒 宋太子就说了 我想要请你啊 预测一个事情啊 很久了 但是一直找不到你 那么并没有其他的事 就是说啊 我还有几年的寿命 那么道士就说了 只要今年的十月二十号 晚上 天气晴朗 你就可以延续啊 十二年 否则的话呢 就要赶快啊 安排后事 那么到了 当天 十月二十号 晚上 这个宋太子啊 他就观察天象 那么这个天气啊 一开始的时候 是晴朗 后来呢 哦 就转变了 天气就变坏了 那么忽然呢 就下起大雪 那么这赵匡义呢 就赶快啊 传令 那么召唤他的弟弟啊 赵公义 来到宫里面 那么到宫里面啊 继续的喝酒 两个人喝完酒之后啊 已经是半夜了 那么这个宫殿外面的这个雪啊 积的很高 好 嗯 之后呢 这个宋太子啊 嗯 就到寝室里面睡觉 好 那么天快亮的时候啊 这个皇宫的附近啊 周围啊 非常的激进 一点声音都没有 好 那么没想到 这个宋太子啊 从此啊 一睡不醒 就死去掉 好 那么 嗯 活多久呢 四十九岁 好 以古代跟现在来讲 都不算是长寿 好 这个宋太子死的当天啊 身体还是很健壮的 好 那么上半夜还很好 嗯 下半夜 所以突然啊 一觉不醒 嗯 根据我们现在的说法 就是什么呢 猝死 好 就突然的死去掉 好 那么宋太子死在哪里呢 啊 皇帝啊 当然死在这个宫殿 那宫殿叫万岁殿 就叫万岁殿 好 所以我们看万岁万万岁 真的能够万岁吗 好 那么这个睡啊 跟睡觉差不多了 好 就一下子就睡下去了 就没有再醒来了 他就在万岁殿就睡着了 好 好 所以我们回来看 这个秦始王啊 后来呢 他又召集了这个囚犯啊 七十多万人 帮他修殿 修这个秦始皇陵跟厄房宫 好 在建这个厄房宫的时候啊 当时这个四川有个原始森林 好 他就把这个原始森林的树木啊 全部都砍完 好 那么才能够盖这个厄房宫 好 厄房宫盖好之后 没有几年 秦始皇在外面啊 巡查的途中啊 生了重病 就去世了 好 等他去世之后呢 这个楚霸王项羽 他就攻打秦国 放了一把火 把厄房宫整个就烧掉了 好 所以说呢 六王毕四海义啊 楚人一距禁成虚 好 这个秦始皇呢 他虽然呢 征服了六国 统一了四海 但是这个楚人 楚人是谁 就是 这个楚霸王项羽 他来的时候 放一把火啊 就把这个厄房宫 整个都烧掉了 好 所以我们说 万岁万岁万万岁 有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的 那么参公上人常讲的 双手握空拳 等到死的时候 哎 两手空空 什么都带不走 那么这是啊 呃 我们要去体会的 悲欢离合 糟糟糟 富贵穷通日日忙 呃 都去朝廷做官 那么所谓的 幻海茫茫 身不由己 所以呢 这个兄弟啊 就聚少离多 有一年中秋节啊 这个疏通不好就很感慨 这个已经六年了 没有看到他的弟弟啊 书策 他就写了一首诗 就是 人有悲欢离合 愿有阴晴圆缺啊 此事古南圈 但愿能长久 千里共产诀 千里共产诀 就是大家都看到那个月亮 一起看月亮 但愿能长久 你看 我们都希望能长久 但是人能够多久呢 也没多久 就是 六七十岁 八九十岁 就这样子了 呃 呃 所以这边提到 悲欢离合 糟糟糟 呃 人的一生啊 悲欢离合 聚聚散散 你朝我闹的 闹到最后啊 曲忠人散啊 两眼闭上 呃 一下子啊 就不晓得自己在哪里了 呃 这个富贵穷通 呃 富是财富 贵是地位 呃 穷通啊 就是穷困跟发达 呃 呃 穷通呢 就是啊 財富的以多寡 生命的大小 地位的高下 呃 呃 人在世间上啊 呃 为了这个生计啊 日夜的奔波 呃 日夜的忙碌 呃 呃 忙到最后啊 呃 以命呜呼了 呃 呃 一条街 前面后面 再办上市 呃 所以男人哪时候走 不知道 呃 还有呢就是啊 呃 人就是有这么一天 呃 富贵穷通 悲欢离合 呃 呃 呃 所以他忙我要忙 忙着做生意 那我要忙着做生意 忙着上班 我要忙着上班 好 忙着 呃 做什么做什么就跟着忙 好 就就忙啊 鬧啊 那么 呃 忙忙忙 那么很忙碌 接着就盲目了 盲目最后就迷茫了 就没有目标了 就一片迷茫了 好 呃 事实上呢众生啊 都是随意流转 好 就是随着这个业力 而走的 好 那么人生啊 就是酬长啊 过去生的业力 同时呢 不断啊 在造新的二业 好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业 好 这个 最重要的 好 注意自己造的是什么业 好 好 好 最后 修得真强来斗圣 百年魂是细文藏 请客一身裸骨歇 不知何处是家乡 前面两句 修得真强来斗圣 百年魂是细文藏 魂就是几乎的意思 魂是就完全像 那什么叫细文藏呢 这个古代啊 这个戏曲的乐队啊 有文藏跟武藏 这个文藏呢 就是管弦乐 比方金句当中的这个 胡琴啊 二胡啊 笛子等等的 这叫文藏 武藏啊 就是打击乐 那么打击乐器啊 这个叫武藏 像这个敲虎啊 大螺啊 小螺啊 等等的 所以卢谷代表这个武藏 那么文藏跟武藏合起来 就叫做藏面 所以我们说要有藏面 藏面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文藏跟武藏加起来 就很有藏面了 那么这个古德啊 就劝我们不要争强好胜 不要跟人家斗争 那么世间啊 活了一百年啊 就像啊 在这个世间啊 演一场戏一样 演到最后呢 请客一声锣鼓歇 不知何处是家乡啊 当人生的戏台 人生的舞台演完了 最后啊 锣鼓一响 敲下去 戏完了 庄也卸了 你要到哪里去 想想看 你人在哪里 所以前面讲啊 红尘百浪两茫茫 也可以说啊 这个红尘 就是生 白浪就是死 红尘滚滚 白浪滔滔当中 生死啊 都是一片的迷茫 未曾生我 我是谁 未曾生我 谁是我 生我之时 我是谁 来时糊涂 去死迷 空在人间 走这回 不如 不来 又不去 来时欢喜 去死碑 我们人生的介绍就是如此 当你去参加告别式的时候 大概 现场来讲 同学还比较少 参加什么 告别式啊 火葬场 学人以前也很少 学生实在很少 那么 最初工作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姻缘 但出家以后 这个机会就很多了 那么 注念 注念也还好 那么告别式 不晓得怎么样 后来越来越多 大概你出家越久 就越多人请你去 主持一下告别式 火葬场 就这样子 越来越多 那么每次啊 就去看 这内心就是一个感慨 一个告别式啊 一个火葬场啊 生离死别啊 你看看 带走什么 想想还是修行好 还好有出家 要不然 里面那个就是我 当然最后里面那个一定是你 知道吗 一定是我们 一定是我们 但过程不一样 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修行 我们能够解脱 我们就有希望 处理三界 所以我们经常讲 人生啊 有两件事情不能等 一个是行孝 一个是行善 孝顺不能够等啊 是不是 你不要说等到 我有赚大钱的时候 才奉养父母 现在我钱还没有赚很多 所以不用拿出来 不是的啊 你现在啊 多少 如果已经在社会工作了 多少就要孝养父母 或是呢 现在还没在社会工作 你是一个学生 这时候也要帮帮家事 做错事情 孝顺 还有呢 行善 行善也不能等 要及时行善 那么学习佛法之后 我们就知道 还有件事不能等 什么不能等 修行 修行不能等 所以人生呢 有三件事情不能等 行孝 行善 跟修行 这三件事情都不能够等 你不用等说 等到我退休以后 我再好好的修行 有些人还没退休 就走掉了 是不是 那他没有机会修行 那么他到 地狱跟耶和王讲说 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不想修行啊 我是因为还没退休 那耶和王说 对不起啊 我也没办法 因为你是还没有修行 所以来这边报道 所以呢 修行不能够等 不一定要出家 但是呢 要及时修行 不管在家出家 都是及时修行 也不用说 等我庙盖好 有我在修行 那你开始就是在盖庙了 也不必这样子 就是我们啊 随时啊 都要把握修行的因缘 所以说呢 我们希望啊 自己人生的终点 是句号 还是问号 很重要 是不是 就是 有人到终点的时候 是一个完美的句点 有人到 命中之后 是一个问号 当然还有人是惊叹号 有人是惊叹号 加上问号 那就是 很迷茫了 所以我们都希望 人生的终点 是一个圆满的句点 那么什么样 是个圆满的句点呢 应当发愿愿往生 刻入西山认比练 好 这些游客 他们啊 去游山玩山 任由他们去探戀这个收破世界 那么 自是不归归变得 只是我们不想去 众生不想去 如果众生想去 或者是我们自己想去 都能够去 故乡风月有谁真 故乡风月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不必竞争 不用说 报名截止日期 没有的 也没有人数的限制 现在这个地方拍不下了 最多只能几个人不会理 好 那么极乐世界呢 那个空间啊 禁虚空遍法界 阿弥陀佛都愿力啊 多少人都能够去 只要你信愿具足 信愿行具足 都能够金榜提名 都能够往生 好 那么这个醒世课啊 到这里啊 我们就这个说明完毕 接下来的时间呢 还剩两分钟 所以这个题目啊 这有人问问题啊 可能也就 没有时间答复 那么这个回向完就差不多 或者我们就等到 周围友来山上的时候 我们再看看这个时间 那么 做一个答复 好 那我们就到这边 结束 好 回向